扑发消息 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事件5月11日 刚刚收到消息显示 位于上海的扑发银行 今日上班的所有员工 支打卡不上班 并且在员工在自己所在的岗位 隔间内贴上罢工的纸条 真的只是微博网友 心恶的咕咕罢文提到 扑发银行员工 今天门口抗议工资太低 终于到金融口了 问了下 有人甚至从2万打折到6至7千 上海的确有点异谱 附上的一份文件中 有文字描述提到 签名本人工资被调低到 6260.09元到手月薪 沿地于本人价值 罢工抗议尽情谅解 公司 扑发银行 部门 股营理财 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直头部 微博网友 科技发文提到 网传上海 陆家水 扑发银行 因降薪 联工 闹罢工 一下降薪 30 联工 能不闹腾吗 附上的第一张图片资讯显示 有许多身穿正朴黑色制服的人员 在一个地方 附上的第二张图片资讯显示 微博用户 白话 财经财经在今日发文提到 普发银行 将心闹罢工 打卡后不上班 哈哈 中国的媒体平台出现搜索关键词 普发银行罢工 罢工 普发 海普发银行 罢工 我们找到了现场视频显示 疫情人员自己在移动 西大建筑前 在建筑门上方写着普发银行 截止到现在为止 未有查询到相关机构做出回应 继续有关普发银行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普发银行全名为 上海普通发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1992年8月28日 今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筹建 1993年1月9日开业 1999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总行设在上海 注册本金293.52亿元 凭借良好的业绩 成绩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中 对手关注和尊敬的上市公司 在下海证券市场中 对手关注和尊敬的上市公司 在下海证券市场中 对手关注和尊敬的上市公司 在下海证券市场中 对手关注和尊敬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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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手关注和尊敬的上市公司